最后我们再说一个产品吧 确老师 我们再说说原油 因为原油呢 在上一周走势很特别 先是大幅的下跌 随后又是大幅的回调 我把原油的这个走势调出来一下 原油先是大幅的下跌 然后又大幅的回调 对原油您有什么看法吗 我说了 我上周记得 如果没错的话 我认为原油在未来 有极其突变的 我们上周上一期是 我认为说原油未来是比较难琢磨的 有可能突然之间会出现大的变化 到现在我认为也是这样 我认为原油还没有 或者说他未来是比较难以测的 您是更倾向于看空吗 我的观点是我说 他很有可能会在瞬间出现大的变化 然后我后面收的时候 我就说我还是偏空一些 那现在 对 你记得吗 就我觉得他还会吓破 但是我们看到上半周是在下跌 但是下半周马上又收回来了 所以我觉得还是他非常的灵敏 非常的难以捉摸 对 这个多空双方在这个地方争夺非常的激烈 没错 但是有时候我们有时候又必须的去开一个方向 首先来讲呢 就是我认为说原油现在大的宏观背景 其实还是偏复杂一点 就像其实前面的几期专业一加一 我们都谈到了 影响原油的因素 实在他就在目前的全球金融环境之下 影响原油的这个因素实在是太多了 就有可能有时候会出一点差子 这个是要注意的第一个方面 然后呢 就是从目前来看呢 我还是比较倾向于曲老师上一周提到的 这个方向性的猜测吧 我认为向下的概率还是会偏大一点 当然我们回来 如果一定要给一个方向的话 我跟黄老师 我是站在这边黄老师观点的 也就是说 虽然看起来很凶猛 但是这个背后的一些逻辑 我认为我们之前讲的还是存在的 目前也没有被化解掉 对 对 因为我有一个看法是啥呢 曲老师 我有一个看法是说 现在阿联酋不是增产原油吗 总体来说呢 就是现在原来的就是那些欧佩克加 这样一个铁桶一样的一个组织 经过了这么多几个月之后 铁桶被打破了 我想一定会的 因为一旦全球经济复苏 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快的话 或者那么 那么持续的话 或者那么完美的话 那么一定 因为最终都 大家都会输在利益面前 所以我觉得 在产油国内部也一样 也就是说 你国家要花钱 那么产油国基本主要 支出还是靠来自原油 那么如果一旦经济复苏 放缓 产油的需求量开始转少 那么价格下跌是必然的事情 那只是就 我没有回到刚刚您讲的 对于黄金的看法的时候 所说的 它什么时候 这个时间节点可能比较重要 因为影响原油的因素 实在是太多了 太多了 但我想就是说 通过阿联酋增产这个事 就刚刚曲老师讲到了 这个利益 对吧 这个原来 就是可能没人开口 现在有人开口了 并且还成功了 这个事 给其他的一些财政 很困难的国家 可能就会形成一个 很好的一个刺激 没错 所以一定要猜一个方向的话 可能 就猜空吧 但是呢 就是这个仓位的话 我想还是要控制 因为毕竟来说 我想大的宏观背景呢 就是刚才所说的 原油的基本面 现在比较复杂 对 比较复杂 不仅仅面在影响 我认为从美国人的利益来出发 不一定说从华尔街的利益 我说从美国政府 或者美国民众的利益来出发 我认为原油下跌 还是比较复合的 对 毕竟能够降低通胀嘛 对 所以 当然我觉得跟着美国人走 现在应该还算是比较 就对于 金融市场来讲 我觉得可能会比较正确 对 那好 那我想原油 对于我们 对原油的猜测 以及对原油的基本面的 整个的复杂性的这个程度 都有讲到 那么 关于原油这一小节 我们就讲到这里 其他的内容 您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我这里 我觉得下周 利益节一挺重要 然后再下一周的飞龙挺重要 飞龙 对 对 那好吧 那这个我们就等下周的这个结果 是 那行 那我们本周的这个专业一加一到这里就 全部结束了 嗯 谢谢 曲老师 也谢谢各位亲爱的朋友 好 谢谢黄老师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再见 好 再见 咱们 谢谢